敲響锣鼓庆祝上海商银 以每股32.28元风光挂牌上市 开盘气势惊人 突破大盘沉重卖压 开出35元红盘 一度上涨9% 上海银行可以说是15年来 上市规模最大的一个上市公司 财务营运的状况非常的良好 所以也不必短期 受到国际经济形势的一个变更 有太大的一个担心 要从市场里面来选择一些 优质的上市公司的股票 还是非常的多 增上台湾水牛象征叙事待发 连高龄96岁的荣宏庆 董事长也没有缺席 总算我们等到今天了 上海商银市值超过新台币 1400亿元 明年更渴望纳入MSCI成分股 新市市场要纳入MSCI的一个 一个就是说市值一定要超过515亿 那我们这个已经超过这个规定的市值的两倍 所以我预计到明年的上半年 很可能上海银行就会被纳入MSCI的一个成分股 百年历史民营银行摊开成绩但也很风光 近三年平均EPS2.97元 今年上半年税后盈余66.5亿 比去年同期成长6.8% 税后每股盈余1.63元 也优于去年同期1.53元 中美贸易的话 有一些台商回流的话 那我们先跟台湾 不管是在香港越南 新加坡都已经设立好分行 那印尼泰国跟柬埔寨也有办事处 信心喊话成为经济新力量 渴望带动台股向前 就盼台商贵于返乡 东森财经市委毛主席刘子腾和坤元 台北采访报导